Hey Morris, 辛苦你今天為我們炮製這個這麼重頭戲和豐富的晚餐 其實你這個餐廳叫做維拉酒廊餐廳 以我所知是剛剛開了沒有多久? 開了四個月 那這四個月裡面你有什麼突破 或者你覺得非常之好 怎麼看呢? 其實你? 其實執著希望做傳統的西班牙餐 明白 傳統的西班牙餐其實是怎樣的 你看樣子不像西班牙人 但是為什麼對西班牙菜這麼情有獨鍾呢? 因為我在十幾年前跟了一個西班牙的外國人 這個是我老闆 他都很執著做西班牙傳統的菜 因為本來他是很多的人 把這個菜牙帶來香港 那我有機會跟到他一起學 學到他的東西 那我也是很簡單和很自然的菜 這種菜式比較上沒有那麼多花巧的東西 是 所以很傳統的來 是很用鮮膚的方法 這一種的材料 才能做出一個 味道不錯的 適合香港人口味的 明白 那今天都很開心 明思級的Martin Yen 香港的李錦聯先生 都有來品嘗你這個 是不是獨身訂做的餐單 這個 其實不是的 一般來說 這個餐單都是比較大老 適合香港人口味的 因為本來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花巧 是最基本的材料 是加少了其中的 明白明白 OK 那其實西班牙菜 你覺得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呢 嗯 因為他比較健康 都挺健康 因為他沒有任何加工的香料 或者用一般的添加劑 去用最自然的材料 用鹽、黑椒、荷花 那些荷花 就是拿著香味 就是特色的味道 我都希望呢 香港除了幾種主打的菜之外 希望加到一個西班牙菜 因為西班牙菜 這幾年都剛開始起步 都雖然找到LC 其餐廳 他做了很大量的西班牙菜 甚至是有一點改良了 就香港人口味 改良了 港式化 因為它 市場需要 大陸的東西 真的需要這樣來 為了 明白 即是配合市場 為了配合市場 需要改變自己的得著 明白 我都知道你辛苦今天 全日都在這個廚房裡面 好 那我在這裡再一次多謝你 那就祝你事業一帆風盡 謝謝 煮多些好東西吃給我們 希望大家會欣賞 謝謝 OK OK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